现在就想好好回家成为一个活人呢 这事就只有你能帮我了 只有你能救我了 哥你必须得救我 没事没事 你说吧 哥指定叫你 今天早上吧 我媳妇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去还房贷 我这走半道 我就把这一万块钱给别的女人花了 哥救不了你 这事哥救不了你 小华啊 你说你那胆子也太大了 你媳妇是干啥的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卖木地的吗 你说这事他要知道的脾气一上来 再把你充了业绩 你怎么说话就吓人呼啦 你听我说干个不是这么回事 我今天晚上不去还房贷吗 然后我走到咱家的那个胡同钱 我就看着一个老太太66岁 哗就摔那了 我一看这四周也没人啊 我就给扶起来了 然后我就给送医院去了 人家大夫说她老严重了 说她必须得住院 让交一万块钱的住院押金 我兜里不正好有一万块钱吗 我就给交了 交完之后我兜里这一万块钱不就没了吗 我媳妇知道这一万块钱要是没了的话 得整死我呀 哥呀 是为这个事啊 我怎么这样 小王 你复活了 而且你是满血满蓝的父母 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没事 这事交给我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也不要那么紧张 你把这个事跟你爱人说清楚不就完了呢 哎呀 哥呀 我要跟我媳妇说她能相信 那不就好了吗 她根本就不信了呢 她为什么不相信呢 哎呀 就我吧 我平时在家里 我愿意跟我媳妇说两句那种善意的谎言 明白吗 明白 就是隔三差五的有时候说个瞎话 我不是别叹叹 我是天天说 没事没事 我稍微有点晕 哎呀 我说小王啊 这就怪你了 你天天跟你媳妇说瞎话干啥呀 刚哥 我家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点吧 对吧 我媳妇贼啦啦厉害 人家其实对我特别抠 我一天我跟他说点瞎话 逗着逗勇 我不就为了混点零花钱吗 哥 你让人不给你零花钱吗 给啊 给不就完了吗 给得少啊 少 你得知足 再少 比我少啊 一个月给三十 你赢了 三十太少了 回头我得跟他说说啊 得多给点 三十 太不像话了 哥 我跟你说 这事你要不帮我 我今天我真就回不了家了 我跟你说 你得帮我 你这事有点麻烦 说啥嘛 你说我呀 是个物业经理 是吧 我又不是妇女主任 这事我怎么帮你呢 这事 哥 我跟你说哥 咱小区的人都说 说人赵刚刚是这小区里 最正直的人 最正派的人 最正经的人 最善良的人 同志们都是这么反应的吗 哎呀都传开了 整个小区里 不行 那这事我帮你 你看你是不是哥 我刚做了好事 我这是好人呢 这是 放心吧 组织上必须要保护好人 谢谢哥 这事交给我了 好 喂 谁呀 刚哥 我是小万的 小万 我老公今天早上 拿了一笔巨款出门了 到现在人都没回来呀 你快帮我查查 咱们小区监控 你这要是再没有线索呀 我就只能报警了 小万的 你别报警啊 你这样 你现在赶快来我屋檐一趟 好不好 行 我马上就过去 我媳妇啊 你媳妇马上就来 我怎么扔呢 我呀 没事 你放心吧 有我呢 一会儿我来保护你 来了 来了 这样 你先到你屋桌子 一会儿我叫你 你再出来 好吧 好了 好了 啥看 你别拽我 姨奶 姨奶 慢点 姨奶 慢点啥呀 因为你都当我多了事呢 都啊 你来这儿没用 怎么没有用 这不看见赵刚子了吗 有用 小医呀 怎么了这是 来来来 别着急 坐这慢慢说 怎么了 这刚子我跟你说 我这今天到处找你呢 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大姑 我说吧 我能说清楚 你说 今天早上我起来吧 就是没梳头 没洗脸 我就出去溜达了 溜达溜达呢 我就饿了 想买点吃的 玩事呢 我就碰着姨奶了 说重点 姨奶就问我 你干啥去啊 我说没大事 我溜达溜达 我饿了 你说重点 玩事我就问我姨奶 我说姨奶你干啥去啊 他说我也没大事 你能不能说重点 他钱包丢了 哎 这才是重点 明白了 你那钱包里边这有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个千块钱现金呢 大姑娘你看啊 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少年 我说你来物业找你 没用 我带你去小区的垃圾堆翻个遍 如果连那都没有的话 啥的呀 那就真丢了 我现在也不是假丢啊 我跟你玩着呢 哎 王小强 我问你个事 这钱包丢了 跑垃圾桶找啥呀 奥秘要就在这里呀 你想的大姑父 你要是预算一个有良心的贼 他会把钱包打开 把钱出在兜里边 把钱包扔垃圾桶里边 打 玩给你 那要是没良心的贼呢 那就妥了 他会想方设法给你发个短信 请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好吗 谢谢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比如说 这个人捡了钱包了 他在积极地寻找施主 如果找不着的话 他有可能送到我物业来 让我帮他寻找 那他得多二人 王小强 你这么想可不对啊 现在 实惊不昧的人很多 大姑父 要真有事的话 以后我就不管你是大姑父了 那你管我叫啥呀 我管你叫爷 不是你管我叫爷 那我见着你爷 我王叔 我怎么称呼啊 还咋称呼 以后你看着我爷 你就管他叫老弟 这孩子 行 好好好 王小强你可真行 小姨啊 来来来来 小姨我问你个事 你说 您丢那个钱包是啥颜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 对 你看这是你的钱包 对这就是我的 等会儿 小姨 还得履行一下程序 这就是我的 里边有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千块钱现金 这银行卡是啥银行卡 一个是农业银行的 一个是工商银行的 答对了 你看看 哎呦 小姨啊 我觉得你叫我大姑父就不合适了 就是啊 那叫啥呀 那街坊邻居你们说叫啥呀 对 以后你见到我你就叫我刚颖 对 那好呢 早不好的 你爷不是他老弟吗 别闹 你哪个大姑父 这是你千万别跟我爷说 他要知道这事的话 非提死我不客 看你以后还瞎着 刚才 捡我钱包这好些人在哪 在哪 我给你叫出来啊 小王 来来来来 巧了 你捡这个钱包 是我小姨丢的 小姨啊 就是她捡的你钱包 哎孩子 谢谢谢谢谢谢 你看这大姑娘的 你这是十斤不昧啊 来来来 坐了 快来 来坐坐坐 让阿姨好好看看你 你看这孩子啊 这家长得好 办的事也漂亮 哎呀 我也是 你个拉倒吧 人长得可真 办的事也压着 赵刚呢 我跟你说啊 这种好人好事 必须得在小区里边 大力宣传 你放心吧 后续的宣传 我们已经全面铺开了 干这漂亮 刚哥 刚哥 包含我媳妇 不是 哎 你媳妇来了咋的呀 是这样的 她今天早上起来 拿了一万块钱出去 交房贷 碰见一个老人摔倒了 她就把人送到医院 然后把这个钱 把老人垫付了医药费 她就怕这一万块钱 跟她媳妇解释不清楚 就这事啊 这是好事啊 别的事你应我不敢说 妇女工作 你应我 受哪把架 真厉害啊 交给我了 那行 你去 你赶快进去躲 你快去啊 我叫你再出来 明白了吧 快进去 去刚哥 哎哎 小白 刚哥你找到没有 哦 没找到 完了 完了 我就说吧 这老爷们手里 就不能有钱 这一有钱 他就不找家 他酸都酸不住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先去抱个极 哎哎哎 来来来来 你说你这事 你着什么急呢 你说 妈呀 这能不着急吗 这么大个事啊 改成不是你老公丢了 不是 这话咋说的 那老爷们不回家 咱们作为女人 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 我们自己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你想一想 我有什么问题 对 我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我哪有什么问题 还有问题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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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心脏啊 哎呀 不是你天哪 说的话说的 你稳住啊 哎呀 哎呀 这啥是孩子 你谁呀 哎呀这心脏啊 你谁呀 害我谁 全小区你打听打听 谁不认识我 我就不认识 那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 你好 我叫王小倩 这回认识了吧 我上一遍的去吧 我认识你有啥 又来认识你的 认识你我老公都回来呀 不就你这样的事 哪个老爷们愿意回家呀 你再说一遍 我修你你信吗 对对对 你赢了行不行 你头子 你是贯女 来来来 那还行 行来 不是你真的话说的 你别着急啊 这样我帮你分析分析啊 小白我问你啊 这个 你老公是不是经常不回家的 那倒没有啊 你看 那这回突然不回家 会不会有点啥事呢 你别说哥 还真有点原因 今天早上 我给他拿了一万块钱 我说你去交房贷去 拿着钱人就没影了 一天都没有消息 都给我机会了 要我就说嘛 这男的手里就不能有钱 有钱不一定干啥坏事去了 那他要是真干了个好事呢 他不可能啊 他干好事 他第一个时间他得告我呀 他憋不住啊 那他要告诉你了 你能相信吗 那我肯定不信 你看 问题就出在这了吗 能有啥问题呀哥呀 他肯定是办了个好事了 办啥好事 哪里没有一个好东西 对啊 你看 我没冲你 不是说你 哥这事不包括你啊 真的 那包括谁呀 上天 包括你 包括谁 还甜脸问呢 这都啥你呀 既然我给你带我单位去 我给你弄墓地 我吓你 对不起我错了 你的墓地达到了 我不去墓地 不是不是不是 来来来来 对 你听姨跟你说啊 姨今天早上的 就丢了一个钱包 那就是一个小伙 给我捡着的 里边两千块钱呢 一分钱都没少 哎呀妈呀姨呀 这是个好人哪 那可不咋的呀 你呀姨呀 你说那是人家老公 那我老公能和人家比吗 我一个月就给他三十块钱 那眼含日泪地借过来 两千块钱 那不得疯啊姨呀 哎 我问你小外 那万一捡钱包 那个人就是你老公呢 不可能 不是 要是的话呢 假如说 要真是我老公 以后我就对他温柔相待 我百般合乎 我让他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说话算数吗 算数 好 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亮个相吧 好 你咋在这儿认识你啊 找你一天了你知道吗 你到这儿咋了 没事没事 出来 用我的 小外你冷静 你别怕 你过来你过来 小外咱说好了啊 只许问问题不许动手 当哥你起来 我肯定不动手 来你出来来 你出来你别怕 有你当哥的 我都找你一天了 你上哪去了 都急死我了你 吓死我了 你别这样 你这样你说 我这心里也不得劲 你说你出啥玩意儿 我不着急 我不怕你出事吗 哎呀我能出啥事 这可没事吗 真没事啊 你看这不 老公 你没事就好 一万块钱的呀 岂不是我要跟你说 你得信我啊 今天你不让我还房贷吗 然后我走到咱家 那个胡同门口那地方 我就看你给老太太摔倒了 我就给送医院 你送医院之后吧 我这个交了一万块钱 住院押金 你骗谁呢 行了 你看我说 他不信我 他根本就 哎哎哎 不是你说 那位女官军 确实是他做的 就是他 我那钱包也是他捡的 小半 你信你刚哥不 那我信你哥 小半的 你信刚哥的 这些事啊 都是小王干的 那你们要都这么说的话 这事我信 老公你也是的 你说你这么伟大 你干了个大好事 你咋不跟我说呢 嫁给你下的家 都不敢回来 你就是这样 你这事你回家 我爱你都爱不过来呢 你去我都跟你生气 那玩意呢 一万块钱不没了吗 哎那都不是事 下雨我多买点木地 啥不出来了 太感谢了 真感谢感谢你们 不客气 不客气 谢谢你呢呀 客不客气 你干嘛呀 你照我当个人玩的 对不起我多嘴了 刚哥 主要是谢谢你 哎呀我的天呢 刚哥 以后有啥事 你就直接跟我说 都不是外人 这么点刚哥 我给你留块好木地吧 不是 不是 那个 不是 那眼门前刚哥 现在还用不上 这话让你说 早晚用不上 哎呀 哎呀哎呀 这不是想玩吗 啊 你快来看 上网络头条了 习询一位好心人 将老人送到医院后 垫付一万元医药费 消失在人海中 家属习询并有重谢 火了 哎 快 快 还真是你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 老公太厉害了 这不是要火了吗 老公 这事办得漂亮啊 就说你这件事 哈老公 一个月 零花钱以后 我每个月给你涨四十 涨四十 你可就好 太够意思了你 找我这样媳妇啊 你降服去吧你 真是 哎哎哎 我找你懒狗子 行了 别在这儿秀恩爱了 赶紧回家吧 我跟你说 说不定施主啊 还有记者 已经到你们家了 正在那儿等着你呢 我妈呀 我的妈呀刚哥 赶快去吧 这事整 咱走了啊 哥 哥咱不敢这倒露时节了 我回家 我家里面可能有记者 等着我上电视呢 哎好好好 好好 咱去 呃 刚呢 哎 那个什么 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待了 我得去趟小房子 哦 因为那个钱包吧 是小玩给我捡的 我得跟记者说清楚 顺便表扬表扬他 哦 整不好的话 咳 我也能上个镜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